《中文字幕》 終於讓我找回爸爸這本傳輯 裡面存下來的人生智慧 救我一生受用 我爸爸David是毛利球師畫橋 做出入口製衣生意 記得我小時候他經常很忙 但無論如何都會找到時間回家一起吃飯 總是要家人做時間 所以我都決定開自己的食物班 時間自主一點 可以多陪家人 從小到大我都很獨立 爸爸也有得我去自由發展 做了兩個小朋友的爸爸之後才發現 爸爸說過的話一直都存在腦裡 爸爸很鼓勵我去take risk 有危險有機 不試過又怎知道不行 煮東西這個興趣都是爸爸支持我去做 我的宗旨是 Bring fun to the table 而爸爸遺傳給我的反叛基因 就成為了我的secret recipe 今天女兒說想去韓國學音樂 我也會跟她說 Try it 讓我吃這個食物 爸爸教我 要專注做很喜歡的事 不要讓一些瑣碎事分心 所以 我一直都很專心一意去煮食 而爸爸就喜歡專注在投資 會很認真研究和做足功課 現在我和老婆有什麼投資計劃 都會先檢查一下她 繼續跟爸爸學習 我爸爸發了很多很好的價值觀給我 令我的世界變得很闊 我會將這份智慧 傳給女兒和兒子 延續他們更精彩的故事 爸爸 我真的很感謝你